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观众们分享了许多低智商创作的前世今生 紫禁城坦言小说《低智商犯罪》是受了《疯狂的石头》的启发 让他意识到多线叙事可以创造很好的喜剧效果 我这里面一共是七条线 一条是主线 六条是直线 是超多线叙事 超多线叙事在影视作品中是有一些的 但是在小说里面是很少很少的 为什么小说里面很少的 所以我说这本书的话是我自己写法上的 可能是我暂时是最高水平的 就是写作技巧上我自己也很难再不过 因为这个里面你看起来很顺势 因为我花了很多技巧在这上面 而在导演于杰看来 他一直都期待和紫老师合作 这次看到这个剧本纵算是愿望成真 之前描过一次咱们 您说您是第一次写一个 就喜剧 是 我们都觉得会有不可思议 我们觉得它其实它是非常具备这种喜剧思维的 我们因为一直在做这个行业 我们可以比较敏展地捕捉这个东西 那么但是我觉得一部好的作品 尤其咱们这个从小说开始 就是喜剧的特点是它 情节的夸张 对 人物的鲜明 变形 夸张 但是它的细节必须真实 对 就是 建立在真实的细节上 我们的趣事和人物表现 它们可以有一定的变形夸张 这样的作品才会既让观众有代入感 又有非常好的一个观赏的行业效果 我觉得从原著上已经完成了这一点 那么我们其实要做到的是 就是把这种气质 这种这种一种相对比较高品质的喜剧作品 把它舞台化 把它多维度的呈现在咱们美琪的剧场里面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能够打开一个观众对于 当下喜剧作品的一个全新感受的一扇大物 除此之外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卡斯阵容 导演则表示虽然不敢说是最强喜剧阵容 但就上海来讲 演员们在舞台剧影视等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 我们的整个的演员的 我也不敢讲说什么最强喜剧阵容 这个咱们自己就不说这个话 但是呢我们的演员是在上海来讲 在舞台剧里包括影视包括各个方面 可以说是都是特别出色的一个演员阵容 我们等于说是可以说是 吹响了一个喜剧大类别的集结号 它不仅仅是来自于某一个话剧啊 或者某一个影视剧啊这样一个范畴 它是一个整个喜剧范畴的一个特别优秀演员的一个集结 我也相信在我们公布了卡斯以后 如果对于盛海的戏剧 特别是戏剧还比较关注的观众 也一定会哦哦哦挺好 是是这种感觉的 我们可以保证惊喜是有的 但是是不是和原著不一样的 这就不能说 但一定是有惊喜的 你稍微有点抵达 因为刚刚梓静琴老师当着所有朋友 在我们媒体的面说 他真的他完全不管改编的事情 就实际上有没有惊喜 现在连原著作者也不是很清楚 我们争取至少不做到惊吓了 但是我们现在确实有多个结局的方式 我们还在商议 这个是事实 最终会如何选择啊 也许会有新的一个选择出来 也许就在这个几个当中 也许我们会有 就刚才他们讲述的那样 就是可能会有两个 或者甚至更多的结局 呈现在观众面前都是有这个 全日热上海报道